分数除以整数 在我们讲完了分数的乘法之后 我们现在先来一个简单的分数去除以整数 那这两者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这一个段落会讲清楚 把长5分之4公尺的绳子分成了四段 我分成了四段 那每一段长多少公尺 根据我们的想法 5分之4 我知道这一段叫做5分之4公尺 那其实分成四段的意思是什么 除以4嘛 那你们应该也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其实5分之4除以4 每一段其实都叫做5分之1 OK我相信大部分的孩子 你们一定看得懂 每一份都是5分之1 不用算也知道 因为数字很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下讲法 那要怎么讲呢 这一题的方式 其实真正的写法叫做5分之4 除以4 然后我要问的就叫做一段而已 那你去想一下 老师 之前我们好像有讲过说 如果分成四份 如果今天分成四份里面 但是我只要一份 四份中 分成四份中 的一份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图的情况是很像把它分成四份 但是我只要一份嘛 所以分成四份中的一份 其实就叫做乘上几分之几啊 四分之一 好 所以5分之4除以4 这是第一个写法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5分之4 乘上四份之一 OK 两个讲法不一样哦 我再重来一次 上面的这个5分之4除以4 它的讲法叫做5分之4 然后把它分成四段 那下面的讲法叫做5分之4公尺 我把它分成四份里面 我要一份 好 所以乘以四分之一 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先思考 第一个 以前曾经有人讲过说 我们曾经有讲过说 4其实就叫做一分之四 好 所以老师 5分之4除以4 其实会叫做5分之4除以什么 1分之4 所以我们现在看尾巴 除以1分之4跟乘以4分之1 它其实是一样的 OK 所以答案就等于4跟4约掉 5分之1公尺 好 如果你听得懂 老师再帮你这里做一个总结 如果以后叫做 3分之2 想要除以7 那老师我知道了 它叫做3分之2 7其实就叫做1分之7 那就会变成3分之2乘上 1分之7 请你找出1分之7的导数 什么叫导数 上下颠倒而已 7在下面1在上面 所以除以一个数 除以一个数 其实就是乘上它的导数 这个就会是我们的运算规则 OK 好 所以我这边再帮你们做一次的统整 分数里面 如果今天除以一个数 如果今天除以一个数就等于乘上它的导数 数就叫做8分之1 OK 所以答案就叫做8跟8约分 答案叫3分之1 再一次 如果今天的题目叫做4分 呃抱歉 5分之4 如果今天要除以3分之2好了 那除以这个数呢 就等于乘上它的导数 那它的导数是多少呢 5分之4乘上2分之3 所以到时候再看有没有的约分 4跟2 两倍 所以答案叫做5分之6 也叫做1又5分之1 好 这个段落 我想要讲的概念在这边 从最后再整理一次 当我分数除以整数的话 记得除以一个数 就等于乘上它的导数